好 台灣歌迷對這件事是看法兩極 然而藍綠白三方陣營 他們也向對岸喊話 說應該尊重表演者 而不是逼迫表態吧 另外五月天十年前創作的入正曲 當時他們把台灣的重大事件 寫在歌詞裡也被翻出來 有人認為他們初心不在 但是也有歌迷堅定支持 五月天十年前寫的入正曲 已經在所有歌迷而裡振奮不已 把台灣的重大事件寫在歌裡 如今我們是中國人言論一出 原本點閱已經4900萬的MV 再度被翻出 把留言重新倒舊排序 有人問十年前的阿信去哪了 到這康留言變成大大的諷刺 身為台灣唱台語歌的樂團 怎麼有臉面對台灣歌迷 還有人說五月天這首歌狠狠打臉自己 甚至還有人要求把MV下架 因為十年前的初心已經結束 也有人強調喜歡的24年到此結束 不只臉書留言被灌爆 過去的MV也被一一損失 因為是從台灣發跡的樂團 然後跑到對岸 就會覺得好像是有錢又往哪走的感覺 應該有快十年了吧 像是跨年跟陳軍 因為他們留在台灣這個行為 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他們的心情都在台灣身上 台灣舞迷身上 就是都看得出來 台灣歌迷看法兩極鐵粉強調 五月天過去為台灣的付出 統統看在眼裡 但在演唱會上的這番言論 不免讓其他人感到失望 大馬歌手黃明志也發文 當你陷入得失的焦慮 有人要你背棄理念 都是親而一舉的事情 似乎在暗指五月天 或著藍綠民眾黨也發出聲明 要對岸應該尊重表演者 不敢用政治表中方式破壞關係 五月天阿信在演唱會的一句話 掀起巨大波瀾 雖然挽回了在大陸的聲譽 卻讓台灣舞迷一眼難盡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 在520過後 中國大陸當局除了幼逼藝人表態 別忘了還有為期兩天的為台軍演 大陸東部戰區更是發布了 打讀六字訣 包括了禁為所及毀斷 作為這次軍演的總結 而且還寫下了七言絕句 持續對台灣文攻武嚇 而比較兩年前的軍演範圍 這一次其實更加接近台灣 大陸東部戰區的微博公眾號 從23號演習開始 不斷釋出軍演的訊息 包括刻意用繁體字製作了一則 一個中國原則不容挑戰的短影音 外加一首五言絕句 連續兩天釋出各種動畫圖 示意圖海報和演習的影片 24號深夜 大陸東部戰區再發一篇微博 寫著經歷過才會成長 熊孩子長大成人後 一定會感謝充滿愛且負責任的父母 教訓意味濃厚 另外針對美國官員 強力敦促大陸方面保持克制 大陸外交部言辭抨擊 針對兩岸的兵凶戰危 日本經濟新聞斗大的標題寫著 大陸針對台灣的軍演 有升級的可能性 路透社則有專家分析 大陸再次繞台軍演 恐怕會得到反效果 英國金融時報則報導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 印太計畫主任葛萊怡稱 這是大陸採取眾多措施中的第一個 接下來恐怕還會有 其他軍事經濟和外交制裁措施 TVB新聞陳建民 陳向如綜合報導 針對這次共軍的圍臺軍演 雖然比二零二二年 裴洛西來臺之後的軍演 天數少了兩天 而且沒有發射實彈 但是專家分析 其實這次共軍背後有四大目的 而且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取得島鏈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向如再幫我們進一步分析 大陸剛剛結束了 為期兩天的圍臺軍演 來看一下國安的高層人士怎麼分析 他說這是要對台灣社會 跟國際極限施壓 再來的話呢 是要取得的區域跟國際權勢的主導權 同時的話呢 國安人士他們還認為說 這是大陸例行的戰備警巡 組成了一個圍住台灣 包括了離島以及巨翅有軍的戰略威嚇 同時這次命名的話呢 是2024立艦A 那這是否意味未來會有2024立艦B 2024立艦C的可能性呢 再來看一下這一位呢 他是共軍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副總指揮 何衛東 他說呢 這一次的軍演總共有四大目的 第一的話呢 是軍機跟軍艦壓迫連接界線 第二的話呢 是要爭海空跟電子權的控制戰場 第三的話呢 是模擬攻擊台海以及外國目標 包括了漁船 商船 還有貨船的攔檢執法 第四的話呢 是要取得島鏈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換言之呢 大陸很希望能夠把島鏈以西 當成了是大陸的內水 好 這次共軍的圍台軍演 在兩天期間呢 解放軍總共出動了111架次的戰機 當中包括了像是殲16跟箭20 這一類先進的機種 今天更是再度加碼釋出 大陸海景船持步槍 模擬在台海登艇藍茶的畫面 持續製造不安氛圍 大陸海景模擬藍茶台灣艦艇 停上官兵還持步槍逼近 市井一位不言可遇 如今央視更再度不狂 海景船抵近我北部門戶 彭家宇 而我海巡一旦艦也迅速抵近 盤點海上戰力 兩天演習中 解放軍出動054A型飛彈護衛艦 052D型飛彈驅逐艦 一共46艘次 我軍雖沒公布數字 但據了解包括陀江艦在內 成功濟洋康定基德基等一級艦 估計27艘左右 通通在海上待命 抵近24海里的時候 我們的艦艇是在多快的速度 能夠迅速的出港 然後直接的到達現場 進行併航監控 那個這是解放軍很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但除了海上不斷施加壓力 解放軍機也平床我空域 為期兩天的軍演裡 解放軍以蘇凱30 轟6空警500為主力 出動111架次軍機 其中具先進電戰能力的殲16D 第五代逆中戰機殲20也參與 而我方雖在等待升級 依舊出場F16V 換向2000IDF升空應對 價值不明 另外雷霆2000多廣火箭發射車 熊二熊三反艦導彈車 也就機動陣地 而中國大陸目前持續的壯大兵力 尤其是在這個月月初 福建號航空母艦完成了第一次的海上測試 頓位直逼美軍的米尼茲級艦航艦 也具備了世界唯二電磁彈射能力 而且學者預估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福建號將在2028年形成完全戰力 而且將在2028年 進一步組織航艦戰鬥群 在汪洋上平穩航行 大角度右轉後的水面航機也乾淨俐落 中共海軍東東三型航艦福建號 在五月初按進度完成海上測試 官方也使出了最大力道 反覆宣揚成果 事實上頭一回出海能驗證有限 山東艦在做的時候 他第一次海試大概就三到四天而已 那這次他搞到九天 但是他八天他就結束就回來了 但是這次可能噸位稍微大一點 一個是要找出問題來修改 另外一個就是要找 未來可以寫出他相關的操作手冊 既定之類的 所以他會經過很多很多次的一個海試 但是這次我們看到純粹就是 是傳出去跑一下 因為他的艦載機等等都還沒有上去 中午大陸官媒事後也指出 這一趟只測試的航速操作等基本性能 以及動力運作跟電力系統 但從外觀來看 除了空蕩蕩的飛行甲板 更顯得福建艦頓位龐大 其餘的設備細節仍在深水區 他的四面的這個相位陣列的天線 其實他的角度也已經跟山東艦不太一樣 他的更偏向就是船旋兩側 這個也就是因應未來可能所遭受到 飽和攻擊的時候 因為無論是攻船飛彈 或者是現在可能面對的無人機 都是從左右旋攻擊的可能性 那他在船手的前方 那個兩側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有光電的征收系統 實際的目的可能是因應 跨界值無人機的攻擊 設計上 看似對未來的戰爭景況 有著更多考量 使得國際之間格外細舊 福建艦的能耐 像是8萬公噸排水量 世界上只遜於美軍的核動力航艦 也遠超過解放軍既有的山東艦6.6萬噸 和遼寧艦的6萬噸 美國智庫CSIS更預估 福建艦艦載機的數量 將達到60架 加上電磁彈射如果到位 兵力投送能力將跳躍性突破 就像是055的萬噸驅逐艦 它在2017年下水 2020年成軍 可是它的實際噸位 13000噸 我們是到今年2024年的時候 它的那個央視 才實際宣布這個數字 那對於福建艦也同樣是如此 人是莫測高升 那如果順利的話 就是2025或是2026 我會納入到海軍的系列 那我納到海軍以後 我開始要去發展訓練我的人 然後再來跟其他艦隊做編隊 再訓練 可能還要兩到三年 所以這樣加起來 就像2026成立 那能夠變成是真正有戰力的 像山東艦這樣子 可以到處帶著編隊跑 可能就是要到2028左右 開工沒有回頭艦 福建艦入列服役 到形成全戰力 只是時間問題 也將讓解放軍成為亞洲 率先擁有三艘航艦的優勢武力 現在也在那個大連海市的 遼寧艦的話 它其實已經改得更像山東艦 那我們可預知的未來 也就是大概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上半年 山東艦也要進行這個入屋級的 那個場級維修的話 它會改得更像福建艦 因為解放軍它實際上 它對於第一島鏈 甚至第二島鏈的掌握 甚至還有印度洋的掌握 它需要兩艘以上的航空母艦 為了國家拓展海圈 而打造的龐然大物 主要用途是為了遠洋部署 或是阻止美國和盟邦 大兵力介入區域爭端 中國的利益到哪裡 它的航母就要到哪裡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可能會引起 所謂中美在印太地區的 一個安全困境的產生 因為產生軍備競賽 特別是福建艦 一大目標是搭載逆宗艦載機 也讓今年四月 日本把佳赫號護衛艦 航艦化改裝 看似更像中共軍力擴張的 萬一效應 我想這個佳赫號 它原來是初雲級直升機驅逐艦 如果改放F-35B的戰鬥機的話 那顯得意見 它共有攻擊力量 日本它為了要 攻擊最佳防禦的一個 所謂的安全保障的一個 一個轉型的一個最佳寫照 情勢持續緊繃 大國強軍動箭觀瞻 兩區域內的美分子 不得不料笛從寬 TVB的新聞徐昆山 岳甫輔 台語道 好至於是烏爾戰爭 雙方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近距離的交火 烏軍調派重兵 而且靠著1972年製造的古董炮 重新奪回了戰場控制權 而這裡距離俄羅斯邊境 只有不到十公里 但是未來烏克蘭的軍武問題 依舊是一個棘手的狀況 剛被摧毀不久的坦克還停在路邊 暗示這裡有多危險 法國記者挺進烏克蘭 哈爾科夫北部的基站區 距離俄羅斯不到十公里 烏軍的部隊隨時警戒 就等獵物上門 衛裝的掩體中藏著一輛烏軍的T-64坦克緊盯著前線 烏軍說別小看老古董 至少他用的是烏軍手上還有的122毫米口徑彈藥 不是烏軍不用西方武器 而是已經沒有相對應的155毫米炮彈 美國援助的炮彈還沒有交付完畢 讓烏軍的防禦能力大打折扣 還好美國最大的軍火商通用動力公司 位於賓州的一間工廠 正全速運轉 每個月生產3.6萬枚炮彈 通用動力還預計擴產到十萬枚炮彈 指引烏克蘭的需求 現在問題還有美國給的炮彈 或是長程武器都有限制 不能拿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越來越多專家呼籲美國應該跟進英國 放寬武器的使用限制 別讓烏軍再吃虧 還好俄軍在哈爾科夫的推進速度 似有緩和 佐倫斯基與前線的烏軍 也稍稍能夠鬆一口氣 Q先生報導 那都已經打了兩年多 烏克雙方有機會再坐下來談談嗎 最近有消息指出 說普京有意在承認 目前戰線的前提之下 談判停火 也就是說 烏克蘭必須讓出目前被俄軍佔領的百分之十八的國土 而目前俄軍也持續向哈爾科夫推進 外媒也分析說普京的算盤打得很精 儘管普京聲稱目前沒有佔領哈爾科夫的計畫 但是這裡的戰鬥卻越打越激烈 俄軍在東北方的沃爾昌斯克攻勢淋漓 美國之音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儘管局勢並不穩定 但是還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防守部隊使用無人機 配合情報總局特戰單位的突襲 擋住俄軍的進攻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則反酸 烏克蘭總參謀部只會報喜不報憂 就連哈爾科夫州州長干切夫都承認 沃爾昌斯克的北面已經被俄軍控制 先頭部隊更進入了市區 兩軍在中央議院展開激烈巷戰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主攻單位在無人機和密集火力的掩護下 壓制住俄軍炮兵的反擊 迫使第一線防守部隊撤出據點 退回到城區內抵擋俄軍攻勢 前線回傳的消息指出 俄軍已經佔領了沃爾恰河北岸 多數烏軍轉移到河的南岸構築公式 部分單位佔據中央議院的制高點 阻擋俄軍推進 為了突破烏克蘭的防線 俄軍已經組成多支突擊隊 嘗試打開一道缺口掃蕩 烏軍殘部 以便全面控制佔領區 據稱有部分俄軍部隊 已經突破沃爾恰河的沿岸防線 進入到烏軍束手的南部區域 沃爾昌斯克戰況激烈 城北失守已經成為定局 不過烏克蘭的增援部隊陸續抵達 對俄軍向城南推進的行動來說 勢必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阻礙 不過俄軍北方集群發言人 既兵司機對外表示 儘管烏軍多支預備隊 合計發起了十波反攻 卻難以突破俄軍的嚴密防守 烏軍甚至為此付出慘重損失 俄方更公布一段影片 宣稱烏克蘭不但損失了 一輛瑞典製的弓箭手 輪行自走砲車 還有好幾門西方援助的火炮 以及多輛戰鬥裝甲車 粗估約有近兩百名官兵傷亡 雖然烏克蘭總參謀部 並未發表任何聲明 但是在此地戰鬥的烏克蘭官兵 則證實了俄軍的確擁有 非常多元的攻防手段 這也是那些無敵機器 他們這裡非常多 簡直 一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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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人一人 這是很大的危險 大危險 因為他們非常多 和這樣 烏克蘭時間五月十八日 是新動員法生效的日子 法令規定 二十五歲到六十歲的烏克蘭公民 都要接手動員 而且泽伦斯基还签署了两项法案 就是同意受刑人参军 以及加重对逃避兵役者的处罚 表面上来看 前线部队缺乏兵员补充的问题 有望因为新法的实施得到解决 然而从民众的反应和入营人数来看 情况似乎不如预期 有些中小企业负责人表示 这项法令对他们影响很大 一旦技术成熟的员工被征召入伍 庞大的空缺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 企业生产和营运会面临困难 最糟的情况就是宣布倒闭 形成另外一种社会问题 至于新兵训练中心的情况也有落差 新军教官指出 过去接兵的时候 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不过现在入伍的新兵 多是30岁以上的中壮年男性 尤其允许受刑人服役 也为部队带来额外的管理问题 比方说要评估他们能不能适应训练 有没有情绪失控的可能 会不会违抗军纪军令 导致部队无法遂行任务等等 这些潜在的风险 并不能在短期内就看出蛛丝马迹 毕竟部队中有很多军备枪械 是用来对抗敌人的工具 而不是拿来面对自己人的凶器 而美国说在多场战役当中 里外不是人 国内的素食业优惠大战更是白热化 既麦当劳跟温地汉堡之后 汉堡王也加入战局了 推出折合新台币 大约是160元的优惠套餐 而且他们不炒短线 预计会长期卖下去 美国素食业优惠大战 又有新选手加入 就是汉堡王 既素食龙头麦当劳和温地汉堡后 汉堡王也宣布 在美国推出超值套餐 三明治搭配鸡块或薯条 加一杯饮料价格只要5块美金 折合台币大约160元 相较于现在一份套餐 动辄9块美金起跳 对美国外食组来说是一大福音 事实上美国麦当劳 将在6月推出超值套餐 价格与汉堡王一样 不过只卖四周 温地汉堡则寄出 三块美金的穷鬼套餐来应战 过去几个月受到通膨影响 美国外食价格上涨 光是素食价格 今年3月与2019年相比 已经飙涨33% 不过如今通膨压力放缓 素食降价也让美国消费者更有感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然而美国是不是还有经济未爆弹 因为CNN分析美国就业市场强劲 而且失业率低 看似经济是蓬勃发展 但也有越来越多人负债 这样的状况如果长期没有办法改善 恐怕导致美国整体经济衰退 更多分析 我们再把时间交易上炉 来看一下CNN的报道 那就是美国最近的经济还算稳健 但是却有令人担忧之处 为什么会这么说 来看一下美国的就业市场强劲 而且失业率低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经济蓬勃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先从就业市场来看起 目前美国总共有850万个职缺 但是却有650万个人求职 这代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但是目前美国他们的通膨非常的严重 4月份的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 但是这却是今年以来 首度的年增放缓 但是这比联准会2%的目标 还差了一大截 另外美国的负债难偿 疫情期间美国人的储蓄 现在几乎全部都蒸发了 欠缴的卡费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 一家四口 有车有房 还养猫狗 有20%的收入 能储蓄理财 还有30%可以灵活花用 这种模式被很多美国民众认为 是理想生活应该要有的样子 但现在却是很多家庭 难以达成的梦想 以往像这样的中产阶级生活 大约年薪十万美元左右就能办到 但在房价物价非常的通膨年代 大约只能让一家维持生活 没关系任何东西 它真的只能把食物放在桌上 放在你头上 把你的家庭保障 所以你并不在买几天 如果有些东西发生 或者如果他们失败的职务 美国50个州目前没有一个州 能在年薪10万美元的条件下 完成这样的美国梦 就算在比较荒凉的密西西比 也需要将近11万美元 更不用说像是夏威夷加州 这些房产高昂的地区 一年需要超过24万美元 也就是将近740多万台币 才能维持一家四口 同时还有剩余的财产能够支配 但当地的薪资中位数 却跟这样的条件差了一大截 薪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房价 全美国只有3%的俊 薪资中位数高于一家人的平均 生活基本开销 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美国的家庭 不是不想存钱理财 只是薪资真的只能勉强撑起一个家 财经专家分析认为 沉重的大学贷款可能是其中的关键 去年美国学贷的总金额 甚至达到1.77兆美元的历史清高 几乎每个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 还没赚钱就背了一身的债务 再加上就业后的薪资 无法为子女存到足够的大学学费 下一代就得重复 学代噩梦 但包括千禧世代还有Z世代 也不是完全放弃美国梦 大约62%的民众还是向卖房 只是超过七成都表示 自己根本付不出头七款 被账单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可能连心理健康都会亮红灯 眼看美国梦让人身心俱疲 因此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民众选择过着 仿佛没有明天的消费模式 专家更担忧 大家纷纷把最好的模样都放上社群网路上 造成不少人对生活状态更加不满足 因此过度消费或是干脆选择摆烂 社会学家认为美国梦不应该有一定的标准 按照自己的能力精打细算 创造平凡里的简单幸福 也可能是理想中的美国梦 TV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健康是无价的 您有想过口腔细菌竟然跟大肠癌有关吗 研究显示大肠癌样本普遍存在大量的口腔细菌 而且还跟八种疾病有关 像是心脏病 糖尿病 甚至是骨质疏松还有失智症 因此要维持口腔健康 最好每天要刷两到三次牙齿 口腔内有700种细菌 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口腔内的微生物群体会影响健康 尤其是罹患系统性疾病的人 例如肋风湿性关节炎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甚至影响孕妇产生不良的妊娠结果 口腔内的细菌会形成生物膜 附着在牙齿表面 形成牙结石 细菌所分泌的毒素会引发发炎和免疫反应 进而破坏牙周组织与齿草骨 而口腔内的细菌 更可以透过血液进入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在牙周病的病人 牙周囊带里面的牙龄上瓶容易破损 让细菌有机可趁进入血液循环里面 产生菌结症 细菌趁机定植在身体的其他器官上 例如附着在心脏内膜上引发心内膜炎 癌症仍然是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下手之一 全身性发炎会增加癌症病变 恶性病变和癌症发展的风险 而牙周炎会诱导慢性低度全身性发炎 这可能与许多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或进展有关 但初步证据表明牙周病和癌症之间还是可能存在关联 特别是口腔癌 食道癌 消化系统的癌症 牙周病相关的细菌会入侵血管的内皮细胞 刺激细胞产生发炎因子 导致慢性发炎和血管内皮损伤 进而诱发动脉周壮硬化斑块的形成 科学研究发现的菌种 其实几乎存在每个人的一个肠胃道里面 而且我们的肠道的菌虫 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生态系 那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生态系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一个射精环境的一个条件 那甚至人种的一个差异 都会有这个不同的一个组成 那所以其实个别的研究很难 归因于就是某个细菌会造成这个大肠癌 大量的研究显示 牙周炎的严重程度和牙周的致病细菌 于颈部的动脉血管 必厚度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牙周病患者罹患动脉周壮硬化的风险较大 因此美国牙周病学会和欧洲牙周病联盟一致认为 牙周病发炎是急性血管 一定因子的危险因子 在临床上我们知道他口腔发炎 或者是肠道的IPD 或者大量子肠腫瘤都跟这个菌 或许会有点关系 可以去把你的牙周病如果有的话 把它解决掉 那或许这个菌种就没有了 那是同样道理 是不是因为这个菌种植到肠道去 还是说原来肠道里面这个坏菌增加了 口腔里有上百种细菌 不仅会导致牙周病 取齿还可能经由伤口及血液循环到全身 引发脑中风心内膜炎 甚至恶化糖尿病 失智影响新生儿早产等问题 这种细菌它是可以去抵御胃酸的侵蚀 还有适应肠胃道这种低氧的环境 从口腔一路生存到大肠极致肠的 那它们的感染会引起肠胃道的发炎反应 使这个肠壁细胞损伤 那让更多的细菌入侵大肠的组织 同时也让这个肠道的细胞免疫功能失调 让癌化的几率大幅的增加 维持口腔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癌好的刷牙习惯 是维持口腔健康的不二法门 一天刷牙两至三次 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使用正确的工具 包含牙刷牙线牙间刷 很多患者会因为牙龈流血 担心菌血症而不敢刷牙 其实牙龈流血代表的是牙龈发炎的警讯 刷干净不发炎自然就不容易流血 不去刷只会造成发炎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 医师提醒注重平常饮食 多蔬果也可多摄取益生菌 让体内好菌虫能够生长出来 抵御坏菌虫减少大肠肠道发炎 就有机会降低罹患大肠癌风险 TVBS新闻陈如环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还要注意登革热的问题 尤其天气越来越热 今天在台南预警最高温37度 研究显示平均温度上升4.4度 埃及斑纹就可能北漂到苗栗 尤其埃及斑纹的传播疫病几率相对高 因此机关数也示警 高雄 台南 屏东的病霉纹指数 也持续上升 喷洒药剂防纹除虫 每当天气变热 登革热这三字 就是民众最怕的事情 尤其迈入五月之后 气温逐渐上升 也让登革热备受关注 大概都从六七月开始有病例 然后到八九月病例就会很多 那现在五月提前就 有这么多病例了 然后天气又转暖了 那很适合埃及斑纹的活动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 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集中在热带 亚热带 等有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分布的国家 台湾高温多雨 湿热的天气 很适合蚊子生长 台湾以南部登革热最为流行 机关注表示 截止到今年四月二十九号 累计一百六三例 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 高雄市一百三四例 台南市十九例 屏东县九例 嘉义县一例 累计两重症病例 新增十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监测资料显示 南部三线市 高雄 台南 屏东 并没蚊子数 都呈现上升趋势 因为我们台湾高温多次 整体来讲 很适合蚊子盘子 尤其在南部 有埃及半蚊 它一般都滋生在 比较清洁的水 以前我们的水沟很脏 埃及半蚊也没办法活 现在水沟都很干净 无水有无水管 所以变成水沟也是个重点 而且不止南部地区 随着极端气候的影响 北部地区跟高海拔地区 也有可能有登革热出现 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 及推估显示 近年登革热的两种 病名文分布 有提高海拔的高度情况 还有向外扩散的可能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 埃及班纹以嘉义县 布袋镇或者台南市 新营区为北界 但2022年在云林北港 新北板桥车站 捕获一支埃及班纹 2023年也在嘉义县中浦乡 台中新物质车站内 各捕获一支埃及班纹 但所幸后续监测没有再次发现 根据国家卫生研究团队 依照升温不同情况推估 未来气温升高摄氏1.5度 埃及班纹的最北界 可能会到台中市太平区 还有花莲县瑞穴香 如果升温2度 北界会到台中市北屯区 还有花莲县花莲市 可能分布的区域面积 占台湾总体面积的25.5% 如果升温2.5%的时候 北界可能再扩到台中市 潭子区还有花莲县花莲市 分布面积增加到28.4% 如果真的升温到4.4度的极端情况 埃及班纹的分布别界 很可能就会来到苗莉县竹南镇 花莲县秀林乡 分布面积将增加到43.3% 埃及班纹会越来越适合 北部的气候 但是这个模式 它只是利用温度 跟埃及班纹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来做一个相关性的比较 来做预测 但是事实上 它的分布不是只有温度的问题 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说埃及班纹会不会北漂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看 它是不会北漂 但是登革热会不会北漂 登革热其实也没有北漂 因为台北的登革热 并不是南部过来的 极端气候带动高温 让外界忧心埃及班纹可能会北移 但专家表示 埃及班纹虽然出现在中北部 但多年来都无法长期生存以繁衍 推测埃及班纹属于境外移入 从南部高雄港区记录的几率高 虽然地球暖化 北台湾高温多雨 埃及班纹可以适应 但却没有办法成功往北拓占族群 提醒民众减少盆栽积水 降低并煤纹生长空间 所以在这个 从这个登革热的 这个并煤纹的北漂 当然目前看起来 还不需要过度担心 但是我们长远来看 我们还是要呼应 就是说这个2050的 近零碳排的一个目标 唯有就是说 我们做到近零碳排 让地球的上升的温度 能够降下来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包含 让这个传染病的一些样态 不至于像是这个登革热一样 可能会出现在海拔更高的一些地方 迈入夏季 登革热再起 并没闻滋生 不再是南部专属 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 北中南都得紧密关注 TB的新闻 路上来明台北财报报导 那要如何在观光跟保育之间 取得平衡 小琉球三处朝间带保育区 七月份开始将向每位游客 收取六十元的海洋保育费 特别的是在每年的十二月 到隔年三月的休养期 全面禁止进入 像是这样平衡观光生态 日本跟韩国有类似做法 你走外围的话是不用收费的 但你要去到这个里面 他有一个观景台的话 那他就是收费的 分享在韩国济州岛 柱状节肩带观光景点 有两条道路能选 如果走外围就不用收费 但若要往上爬 欣赏更多特殊景观 就得要额外付费 考量到说 我可能一辈子去一次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一辈子可能要来 看过一次的话 我就可以接受 如果他是收 维护费用 或者是部分的观光税的话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希望不要落差太大 或者是有些做一些配套 这概念也类似于 日本山梨县 七月将开始实施的措施 也就是通过富士山 登山道及田路线 就得缴交两百日元 大约四百多元台币的通行费 而热闹的大阪 面对异后大批观光客回流 也考虑要推动征收金制度 向外国游客收取额外费用 不过都不是先例 位于广岛公岛上的沿岛神社 被列为世界遗产 早在2019年 加征一百日元的入场费 意大利威尼斯也针对 一日游旅客索取五欧元的进程费 这么做无非是因为 大量游客涌入 对于当地居民和环境 带来了压力 溢价质量希望能够管制人数 对当地人可能会觉得说 有一个就是平息怒火的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去日本真的太多人了 然后不管是公车 或者是景点 都有很多的游客在那边拍照 或者是变成本地人的麻烦 那如果有收的话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一是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二的话呢 可能是在维护上面的费用会有高一点的 就是那个成分在 这个在观光学的术语上面 叫做观光冲击 那它会带来经济效应 但是相对它也会带来环境上的负担 通常这种的费用 包括日本也好 威尼斯也好 印尼巴尼岛也好 他们汇率都不会很高 那一般的游客也都能够接受 平东县政府也同样宣布 从今年七月一号开始 小琉球岛上的三处潮间带 山幅海城委以及杜仔坪 将向每位游客收取六十元的海洋保育费 也规定同一时间进入各潮间带 以三百人为限 且仅能行走在规划的路线上 每年十二月一号到隔年三月三十一号 为收养期 禁止所有人进入 四月一号到六月十五号为繁殖期 夜间八点至隔日清晨五点也禁止进入 因为根据二零二三年调查 在这三个地方大型底漆 无脊椎动物密度 虽然有稳定回升 但速度缓慢 再加上近几年生态和七地基础环境 都有受到负面冲击 有来过的他不想下去的人 他就不会再下去了 那这样少一个人在踩踏 收费以后让真正想要去了解 海洋生物的生态的人 真正花钱去 因为我们小溜酒有一些行程 像潮天带有的民宿是用送的 那有的人想说去外面踩一踩 踩一踩海水也好 所以这个如果收费以后 这个也应该会有起这个作用 既然都去旅游 只要价格合理 通常观光客是会买单的 屏东县府也强调 专款将用于维护自然生态资源 及富裕等 要让观光及生态并存 小溜酒的山湖从原来 从原来它是包括台湾本岛里岛 它是山湖的分布是第一名冠军的 曾经达到80% 但是现在10%以下 你该有的相关的一些维护 设施 设备 还有就是相关的旅客服务 还有可能当地的一些环境的改善 或者是生态的保护 因为你收了费 你就应该把它做得更好 征收类似旅游税 也似乎成为各国观光业的一个趋势 但前收了专款专用 又由谁来监督是否真正落实 得全衡经济收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才能真正达到永续发展作用 TVB的新闻李恩智周游宣台北报道